創業,是否所有創業公司都適合基金投資 你真是天馬行空在腦裡想的 除非你是Elon Musk 大家好,我是Duncan 優達根 我是衛科資本的聯合創始人 我們早期作為一個投資者身份 投資基金進入這類項目的公司 然後陪著它一起成長 希望它將來有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最終去圖現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醞釀 大家都很清楚一條路 譬如現在叫做人工智能 或者其實是一些叫做B2B的Enterprise Software 那方面都有很多好的公司會走出來 例如物流、GoGoFan等公司 關於我們一個旅遊產業 譬如最近的K6等等 都是一些我們比較成熟的行業 引育出來的科技公司 其實你講到北美 以色列和香港每一個地方的科創公司都很不同 以色列就真的以研發為主 它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很著重研發團隊 可能它很久都沒有商業化 所以幫它怎樣走去商業化 是很重要的一步 美國那些可能偏向大市場 反而香港過去幾年 可能我們就叫做 Application Base的多些 所以我們叫做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的創業團隊比較多些 宏觀我覺得現在很重要的時候 因為現在我們叫做 過去那麼多年來 最多人投身或者去做科創公司的時候 我們基金眼中的startup 希望大家都有一致性 希望是一個有大市場去成長的 所以其實很廣 我們不可以說總括所有公司都要大市場 但如果你真的做科研的 只要你那樣東西是夠特別 你的研發基礎是夠深 那你做的事情可能是沒有什麼其他競爭對手 或者你比其他好過其他競爭對手 你可能不用很多的大市場 或者不需要很大的user base 你可能都做得很好 尤其是譬如你說生物醫藥方面 可能我這件事很專業的 只有我做到的 那就是另外一個考慮 能夠生存到 下去賣到東西的公司 比例一般都是說有一定風險的 對投資者來說是有一定風險的 但相對來說 可能投資成本就是低一點 因為估值低一點 那你到後期 其實你都很肯定 那間公司能夠成功的 但到後期你就要冒的是市場風險 永遠有很多時候 香港都未必是第一個走出來 你Facebook以前也有個Franstar很久 到最後Facebook才走出來 就算到今天去內地 你看到的的好像統一了市場 忽然之間又有些競爭對手走出來 又威脅到它 你在早期的公司 我們經常會出現一種 叫做Pivot 就是它可能改變了它的 business plan 一般來說 早期的公司 六至九月你不對勁 你就要改 你真是如果不成功 你資金用完 亦都沒有新的資金物資 其實都只能夠接受 那個項目的失敗 你真是天馬行空在腦裡想 除非你是Elon Musk 你真是說出來 有人會給到資金來 簡單來說 我覺得現在是香港 創業最好的事後 眼前可能短期 會有個資本市場的風波 但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磨練了過去能夠走出來的公司 我覺得會成功的機會更大 所以希望所有創業的朋友 繼續努力